接著看833頁 開始學習這個第十一卷 那麼第十一卷開始呢 本地分中三摩西多地第六之一 現在這個地方呢還是本地分 前五十卷都是本地分 因為它是整部魚且式利潤的根本 所以呢叫做本地 特別呢根本呢是在講十七地嘛 那麼這個十七地當中呢 現在這個地方是三摩西多地 第六 從一開始呢就是五四身相應地 然後呢第二個就是異地 那麼接著呢就是有巡有勢 無巡為勢 無巡無勢嘛 那麼現在是第六個就是三摩西多地 那麼它這個部分呢是第六地的之一 因為這個第六地呢三摩西多地它的內容也非常多 包含十一卷十二卷到十三卷都是 所以它是第一個部分 所以它是第一個部分 那麼以說有巡有勢等三 雲和三摩西多地 以上呢就是從這個應該說從第四卷嘛 第四卷到第十卷就是呢有巡有勢等三地 已經學習過了 那麼接著呢什麼是三摩西多地呢 這個三摩西多 首先呢我們先了解一下 這個黑板這邊有寫 三摩西多呢它是 當然是範於 那麼翻譯過來呢叫等隱 等隱 什麼叫等隱呢 這個是根據這個余潔士地論記裡面的解釋 他說呢為聖定地離城吊等 這個聖定 這個聖定 或者說聖定地 這個定地呢 上一節課講過嘛 就我們在欲界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散亂的境界 散亂的境界呢 就是掉 所以我們的心呢 本身是怎麼樣呢 假如不是昏沉的話 就是散亂 這個心呢 它的起伏很高 如果是昏沉的話 昏沉就是說心沒有力量 心呢 已經越來越黑暗了 不明瞭了 那麼它就是往下低沉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當我們的心 有在運作的時候呢 它就會上揚 就會高 所以不是低就是高 不是昏沉 就是散亂吊局 這個是欲界的這個心 有這樣的問題 那麼現在呢 相反的話 當我們呢 遠離這個城 遠離了這個吊 那當然所成就的呢 就是定 就成就這個定 就成就這個定 所以呢 我們所成就的 包含這個色界的定 包含這個無色界的定 這個都稱之為定地 當然欲界呢 也有定嘛 欲界呢 雖然都是 不是成就是掉 可是呢 如果欲界的分別心 能夠好好的去調練它的話 欲界呢 它也是能夠專注的 可是欲界這種專注 它不算是定地 不算是定地 因為它很容易就退失了 所以它還不能完全算是定地 一定要得到根本 包含這個色界的四禪 無色界的四空定 這個呢 才叫做定地 那麼現在這邊講 聖定地 就是指蘇聖 蘇聖的定地 那麼在蘇聖的定地當中呢 它是完全遠離成掉的問題 心呢 就怎麼樣 就平等 那麼平等能隱 或隱平等 這邊呢就要解釋這個等隱 兩個字的意義 或者呢 是平等能隱 就是說呢 當我們很用功的這樣修 那修的時候呢 靠我們這個用功 來破除這個成調 破除這個成調 分成跟調矩嘛 那麼破除分成跟調矩的時候呢 平等 就得到平等 那麼這個平等呢 就能隱 它就有力量 有力量 能夠引發 同樣的這樣的境界呢 讓它相續不斷 所以呢 平等能隱 或者說呢 能夠引發平等 就當我們成就禱 就當我們成就禱定的時候 得到平等了 它也不分成 也不調矩了嘛 那麼同樣的這個分成調矩 這個心呢 在這種平等心當中 它是 插挪插 相續不斷的 所以前後呢 能引 就是前 它不斷的能夠引後 然後呢 使戀這種平等心呢 相續不斷的現前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呢 平等能隱 或隱平等 或者呢 或是平等所引發過 或者說呢 什麼叫等隱呢 當我們成就這個聖定地的時候 就由此呢 它能夠引發 無量無邊的功德 這樣子 就是 由這個平等 又能夠呢 引發 許多的功德 所以我們要了解呢 這個聖人所修的這一切功德呢 他都要 在根本的禪定當中 才能夠引發 所以當我們 成就這個平等之後 它就能夠引發 許多的功德 也可以叫做什麼 叫做等隱 所以這個等隱的意思呢 它這邊講的 或者說平等能隱 成就定之後 它呢 就能夠引發 引發什麼 要引發這個 相續心 引發這個 遠離成掉的這個相續心 然後讓它呢 持續不斷的現前 或者說呢 引發什麼 平等嘛 所謂的引發平等呢 其實跟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說呢 讓這個成掉 它呢 不斷的 就是遠離 不斷的就是破除 然後心呢 達到一個 定的狀態 或者說修這個定 修這個根本定呢 它能夠引發呢 種種的功德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三摩西多的意義 所以這個三摩西多呢 嚴格來說呢 它是強調 在定地當中 因為定地呢 它是有殊勝的力量 能夠承辦一切功德 當然這個地方呢 特別強調的 就包含這個 色界的四禪 無色界的四空定 還有包括了這個 八解托 包括了這個三三妹 這個呢 都可以包含在 三摩西多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要排除 玉界的 玉界的這種 專注了 玉界的專注 玉界的心一盡性 它也可以說是定 可是呢 它卻不是三摩西多 玉界的定 玉界的心一盡性 它雖然是定沒有錯 可是呢 它卻不是三摩西多 因為它不是聖定地 它隨時呢 還會退世的 這個將來都會學習 那麼 這個溫陀南約 首先呢 先舉出一個祭頌 就是要跟我們介紹 整個三摩西多地呢 它是由這個祭頌 做一個開始 總標與安利 做意相差別 色諸金中藥 最後重雜役 這是祭頌 那麼 若略說三摩西多地 當之由總標固 安利固 做意差別固 相差別固 略色諸金中藥等固 這個是長行 就是呢 解釋剛剛那個祭頌 簡單的說 什麼是三摩西多地呢 就是要由這五個方向 去了解 第一個呢 就是總標 這個總標呢 就是說 它大概跟我們標列出 三摩西多地 裡面所強調的 什麼是聖定 什麼是聖定 殊聖的禪定 大概有哪一些 它先標列出他們的名稱 那第二個呢 安利 這個安利呢 就是要解釋 個別的去解釋 這些禪定的意義 那麼做意差別 做意的差別呢 就是說 當我們在修 這些定的時候 在修行的時候呢 所要用的方法 這個叫做意差別 因為我們的心呢 不是分成就是散亂 成跟調 這個成跟調呢 它跟我們的心相應 那麼現在呢 修行呢 還是要靠心 靠心去調整它 那麼靠心怎麼調整 就是用做意的方式 用做意 我們分成就是心沒有力量 心呢 已經喪失了 這個所緣境界嘛 所以自然的心就不明利 心就黑暗 就沒有力量 然後乃至呢 然後漸漸的 它可能呢 就會睡著了 或者說呢 當心在運作的時候呢 心浮動的很高 就是呢 分成 就是這個散亂 或者說掉舉 但是呢 它這個時候呢 心 一旦高舉了 那麼對於這個境界呢 它呢 就散亂了 那到處去攀緣 那現在呢 同樣的 就是用做意的方式 要修學禪定呢 就是用做意 將我們的心 專注於一個所緣境界嘛 然後以此呢 來綁住我們的心 讓它呢 不分成 也不散亂 心呢 它並沒有 並沒有說 到處去分別 可是心呢 它還是明明了了的 如果分成的話呢 心是不明了的 那麼如果呢 散亂的話呢 心呢 就到處分別了 這分別 分別心呢 就是對於這個境界呢 就不斷的 一個一個攀緣 才造就它的散亂嘛 那麼現在呢 用做意的方式 讓心呢 也離分別 可是離分別當中呢 心卻又是明了的 這個就是要靠做意 去調整它 所以這個做意差別呢 就是說要怎麼樣去修這個心 它的方式 還有呢 這個相差別呢 就是說 這個 在修學這些禪定 它的過程當中呢 有種種的相貌 那麼相貌的差別這樣子 還有呢 這個色珠金中藥 就是略設珠金中藥 就是根據這個佛經當中 的一些問題 一些問題呢 那麼提出來討論 然後讓我們呢 能夠更明白 這個三摩西多地的道理 這個最後重雜役呢 就是指在珠金當中 它 就不同的 產定 不同的狀況呢 就講到許多的道理 那麼這些道理呢 因為它是混雜的 混雜的來解釋 所以這個色珠金中藥 最後重雜役 它是合在一起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 在學習三摩西多地之前呢 先舉出這個季頌跟長行 讓我們來了解 學習的方向就是如此 那麼接著呢 要個別去解釋 雲和總標 第一個呢 就是總標嘛 前面這個季頌有講嘛 總標 什麼叫總標呢 為此地中略有四種 簡單說 三摩西多地當中呢 它是有四種 三摩西多地 它只是簡單的一句話 那麼這一句話呢 就剛剛講 就是聖定地嘛 遠離成掉 然後呢 平等人隱 或者隱平等 這樣子 這個叫三摩西多地 可是三摩西多地呢 如果大概的 去將它分類的話 就是有四種 一者 一者 禁律 二者 解脫 三者 等詞 四者 等字 第一個呢 就是禁律 第二解脫 第三 等詞 第四 等字 就是由這四個部分 然後呢 來構成整個 三摩西多地 它一個完整的內容 這個禁律呢 禁律 這邊有寫 這個是 這個是 也是 余瀉石地論 記 裡面的解釋 這個禁律呢 它是通於什麼 有心 無心 通於有心 的範圍 跟無心的範圍 當然有心呢 就是說第六意識 它還在運作 第六意識呢 它還在分別 這樣的狀況呢 叫有心 相反呢 就是無心嘛 什麼叫無心 第六意識呢 已經不分別了 已經不想了 沒有作用了 所以呢 以無心來說呢 無心的定 就是指 無想定 就是這個 社界 第四禪 當中 的無想定 它就是無心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都可以叫做有心 如果以真正來講 無心的範圍呢 就包含 無想定 包含 滅進定 這兩種呢 它是完全是無心的 那麼 除了這個之外呢 聖餘的禪定呢 都是有心 接著呢 它也通於有肉 跟無肉 就是凡夫呢 它也是可以成就這樣的定 還有呢 聖人也能夠修 也能夠成就的 同樣的這個禁律 它的範圍呢 是很廣的 也能夠通於有肉 無肉 還有呢 有染不染 就是呢 它還可以通於染跟不染 如果像外道 像外道 它在修這個禁律的時候呢 成就了社界的出禪 乃至呢 四禪 它在這個禪定當中呢 它會有染無心 會發起 這個 包括 貪愛 包括了 這個 慢 包括了 這個 疑 包括種種的見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它縱使成就禪定 它還是有 有這個煩惱的染污 就是外道 或者說一般的凡夫 它在得到禪定之後呢 因為 這個禪定呢 有非常大的 這個清安樂 所以它就會 貪著這個清安樂 就會有愛著 這個就是染無 那如果說佛教徒 佛弟子在修的時候呢 它能夠 了解說 這個 禁律 這個社界的禁界呢 它還是什麼 它還是苦 這個五蕴呢 它還是存在 它還是苦 所以呢 它能夠了解它背後的本質 所以就不會 對這個禁律呢 有執著 有貪愛 就不染 所以這個禁律是怎麼樣呢 它是依止在社界的四處 就是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就是社界的四個處所 引發的 不是 非於地處 不是其餘的地方 不是其餘的處所 因為以我們 凡夫的世界來講呢 就是三界嘛 所以今天呢 這個禁律 它只是 是依止在社界的 這四個處所 才能夠引發 不是其餘的地方 不是其餘的處所 不是在御界 它不是御界的定 不是 它也不是無社界的禪定 它唯獨呢 是社界所引發的 要依止在社界 要依止在社界這樣的境界 才能夠引發的 禁律 所以這個禁律呢 就是指社界的四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呢 這個解脫 解脫 解脫呢就是指 八解脫 這個等一下呢 會列出這個名稱 那麼第三呢 等詞 等詞 一樣這個地方 什麼叫等詞呢 三摩地 所謂的等詞呢 它也是中文 那麼泛文呢 就是三摩地 這個三摩地呢 就是通色一切 有心味中心一盡性 什麼叫三摩地呢 簡單講就是心一盡性 心專注於一個境界 這樣的性質 叫做什麼 叫做三摩地 可是呢我們要了解 它是通於什麼 通於一切 有心 有心的結位 通於一切有心的結位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要扣除無心 無心的禪定 無想定就不算了 滅盡定就不算了 所以呢 它只通色一切 有心的結位當中 的心一盡性 凡是心一盡性呢 都可以叫做三摩地 可是它的範圍 只限於有心的結位 其次呢 它也通定善位 它也通於定地 還有呢 散亂心的結位 就我們這個欲界的散亂心 散亂心 有時候呢 不見得要得到禪定 我們也能夠心一盡性 就是心呢 專注於一個境界 當我們對於某一件事物 很專注的時候 對某一個境界 對某一個這個色身相位處的境界 專注的時候 其實那當下呢 就是心一盡性嘛 那個也可以叫做三摩地 可是呢 它是定地嘛 不見得是 它是散亂的 所以呢今天 三摩地它的範圍呢 也可以通於定地 也可以通於散亂心 就不一定要成就禪定 就有一些呢 沒有得到禪定的眾生 可是呢 它本身呢 也能夠有心一盡性的境界 但是它那種心一盡性呢 並不是禪定 它還是屬於散亂的結位 它可能說相去 它能夠相去一段時間 然後心呢是專注的 沒有散亂這樣子 可是它並不是定地 並不是指得到禪定 所以三摩地呢 它是通於定 也通於善 這兩種結位 那它是屬於有心的結位 不過呢 旧聖誕說 空 五相 五願 一般來講 三摩地呢 就是心一盡性 範圍廣 範圍廣 包含這個禪界也有 色界 無色界呢 都可以叫做三摩地 禪界的 禪界的專注 也能夠叫三摩地 色界的四禪 也能夠叫三摩地 無色界的四空定 它也能夠叫三摩地 只要是有心的結位 那麼它是心一盡性的話 都可以叫三摩地 可是在佛法當中呢 有某一個部分 將三摩地 是附於一個專有的名詞 就是三三媚 一般講三三媚 或者呢 說三三摩地 那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說 空三摩地 五相三摩地 跟五願三摩地 如果是 就 蘇聖的角度 就蘇聖的立場來談論 什麼叫三摩地呢 就是指 空 五相 五願 這個三三媚 他們才叫做三摩地 除了這個之外呢 就不是了 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其他的 其他的心一盡性呢 就 不稱三摩地了 通俗來說 一切的心一盡性 都能夠叫三摩地 那嚴格來講呢 就 蘇聖的角度來講呢 唯獨 空 五相 五願 這三三媚 他才叫做三摩地 所以這個是 一樣 與其是 六頓記的解釋 那麼接著呢 第四個呢 就是等詞 什麼叫等詞呢 就是三摩波地 它的範文呢 叫三摩波地 那麼這個三摩波地呢 它翻譯過來叫等字 等字 那麼 同樣的解釋 它就講 通目一切 有心 無心 諸定位中 所有定體 什麼叫三摩波地呢 這個目呢 就是解釋的意思 它可以 要來解釋這個名詞 這個名詞 它所表示的 它所解釋的範圍呢 就是通於一切 包括有心的接位 包括無心的接位 那麼所有屬於定位當中的定體 比如說呢 這個 有心的定位 就是指呢 包括什麼 包括這個 色界的 四種禪定 無色界的四空定 那麼他們呢 都是有心嘛 那麼假如是無心的話呢 就包括什麼 包括像 無想定 包括像滅盡定 這個就是無心定 所以呢 在有心的定位當中 或者是無心的定位當中 那麼所有的定體 比如說呢 色界出禪 成就之後呢 它本身有 它專屬的 定體 就我們成就禪定之後呢 這個禪定呢 它本身也是一個法 出禪它也是一個法 那麼二禪 三禪四禪 它也是一個法 無想定也是一個法 乃至呢 這個 無色界的四空定 它各有各的體性 所以就這個禪定 它本身的體性 就叫做什麼 就叫做三摩波底 可是它的範圍呢 就是指有心定 還有呢包括無心定 所以呢範圍也是很廣 像 四禪 四空定 都可以算在內 都可以算在內 還有呢 包括無想定 包括滅禁定 如果剛剛講的這個禪律 它也是通有心無心 可是它的無心呢 只限無想定而已 因為無想定它是在 色界的四禪 那麼滅禁定就沒有了 因為滅禁定它是要到非想非非想處 這個禁界呢 它才能夠修滅禁定 所以呢它是不在禁律的範圍之內的 那麼假如講到三摩波底的話呢 它就包含有心包含無心嘛 一切的有心無心 所以呢色界也包含了 無色界也包含了 就這個無心來講 無想定也包含了 滅禁定也包含了 所以是不一樣的 這個範圍又更廣了 所以禁律呢 只限於色界的四禪 那麼這個等字呢 它就包含色界無色界 所有的 凡是定位當中的 這個定的體性 都可以算在內 那麼像剛剛講的三摩地 三摩地呢 就通俗來講 只要是有心接位當中的心一進性 那麼也可以將禁界 這個善位 包含在內 所以它的範圍呢 可能就更廣了 但是綜合以上 就是包含三摩地 包含這個三摩波底 跟禁律 綜合起來呢 就叫做三摩西多 這樣子 所以三摩西多呢 是包含這些的 所以今天 整個三摩西多地 它所解釋的呢 就是這四種 包含色界的四種禁律 還有呢 包含八種解脫 還有等詞 等字 這樣子 這個等字呢 等字 它有兩種意思 有兩種意思 一個呢就是字等 把這兩個字呢 顛倒過來 字等 就是說呢 我們 我們呢 用定的力量 用定的力量呢 達到這個身心的安和 用定的力量 當我們成就這個 就是 包括 有心的定 無心的定之後 那麼 成就之後呢 這個定本身的力量 能夠讓我們 達到身心的 安和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等字 字等的意思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等字嘛 就是說我們在修 加行的結位 那麼修加行的結位呢 讓我們 調伏這個 分層跟調局 當調伏 分層跟調局的時候呢 就達到平等了嘛 那麼達到平等之後呢 平等就能夠引發 我們身心的安和 所以呢 這個也叫等字 或者說字等 或者說等字 那麼接著 就個別解釋這四種 靜律者 為事靜律 什麼是靜律呢 就是指四種靜律 一 從離身 有巡有事靜律 這個就是出禪 二 從定身 無巡無事靜律 這個是二禪 三 離喜靜律 是三禪 四 舍念 清淨 禁律 這個是四禪 這個地方呢 因為是總標 所以它只是列出名稱 列出名稱 那麼接著 第二個部分呢 安利呢 它就會個別解釋了 所以先念過去就好 那麼接著呢 解脫者 為八解脫 一 有色觀諸色解脫 二 內無色想觀外諸色解脫 三 近解脫身坐正聚足柱解脫 四 空無邊處解脫 五 四無邊處解脫 六 無所有處解脫 七 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八 享受滅身坐正 聚足柱解脫 這個呢 是八種解脫 這個八解脫呢 它是三國以上的聖人所修的 那麼它能夠解脫這個定葬 比如說呢 這個第一個跟第二個呢 它能夠解脫呢 這個色的障礙 所以它就能夠引發這個廣大的神通 對於這個色法當中呢 這個種種的變化 就是前三個解脫 它對這個色的障礙 對於這個色的煩惱呢 它能夠解脫 那麼這個第四 五六七呢 就是四種 空定嘛 包括空無邊處 乃至呢 非想非非想處嘛 它就是能夠解脫這個 這個四種空定 當中的煩惱 那麼第八個呢 享受滅身 坐正 聚足住解脫呢 這個就是滅盡定 它能夠呢 解脫呢 這個聖身即盡的障礙 所以呢 這個八解脫 就是三國聖人所修的 包括這個阿羅漢 包括阿羅漢這樣子 像一般我們之前所學習的 這個阿羅漢 有分為會解脫 跟聚解脫 這個會解脫呢 就是照我們之前學習的這個十二元起呢 斷除無明的時候呢 就成就什麼 會解脫了 那假如呢 能夠斷除這個愛曲的話 就能夠成就聚解脫 那麼我們要了解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呢 就是修巴解脫 讓他解脫這一切的殿葬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阿羅漢呢 就叫做聚解脫的阿羅漢 所以這個後面呢 也會詳細解釋 那麼接著 等辭者為三三摩地 這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等辭嘛 建律解脫 再來就是等辭 什麼叫等辭呢 主要來說 就殊聖的立場來說呢 就是指三三摩地 一空二無怨三無相 這個呢就是三三摩地 或者說呢三三媚 富有三種 為有玄有勢 無玄為勢 無玄無勢 這個呢也是三種等辭 有玄有勢呢 就包含什麼 包含出禪 整個出禪呢 都是有玄有勢 那麼無玄無勢呢 就是指 中間禪 就是在出禪跟二禪之間 的中間禪 那個叫無玄為勢 因為這個時候呢 它已經沒有出顯的分別了 只剩下這個為細的 四差分別而已 那麼二禪以上呢 包括二禪三禪四禪 乃至呢 這個四空定 都可以叫做無玄無勢 這個前面呢 曾經我們也學習過 那後面也會解釋 富有三種 為小大無量 就是小三摩地 大三摩地 還有呢 無量三摩地 富有二種 為一分修 聚分修 富有三種 為喜聚行 樂聚行 舍聚行 這個都是先列出名稱 後面都會解釋 富有四種 為四修定 富有五種 為五聖智三摩地 富有五種 為聖五之三摩地 富有有陰有聚聖陣三摩地 富有金剛玉三摩地 這個常常聽過 就是金剛玉定 就是在最後的 包含這個像阿羅漢 最後要斷除 三界一切煩惱的時候 他所發起的禪定 就是金剛玉三摩地 那麼假如以大乘來說呢 這個佛在菩利樹下 最後要斷除為喜的 這個無明呢 他也是發起這個金剛玉三摩地 富有有學 無學 非學 非無學 等三摩地 這是就 這個眾生的分類 有學呢 就是指出國 乃至呢三國 那無學呢就是指阿羅漢 那非學 非無學呢就是凡夫 所以以上呢 就是等詞 等詞的內容 從這個三三妹開始 一直到最後 這個 有學 無學 非學 非無學 這三摩地 整個呢就是等詞的意義 那麼接著呢 等字者 為五線見 三摩波底 八聖處 三摩波底 十片處 三摩波底 四無色 三摩波底 這個就是四空定嘛 五想三摩波底 五想定 滅盡定等三摩波底 所以這個就是等字 這樣子 那我們看這個解釋 為四近律 至滅盡定等三摩波底者 此中四近律 即四無色 三摩波底 即四無色 深文地中 廣遍其項 這當中呢 包含四近律 就是這個色界的四禪 還有呢 無色界的四空定 就是四無色的三摩波底 在深文地 在深文地 當中 會非常詳盡的 來辨別他們的相貌 這個是後面 在深文地 他在講 修行到最後 要成就聖道的時候呢 當然成就聖道 他也是要靠四近律 或者呢 這個四無色定嘛 那麼這些禪定 他的相貌 在深文地呢 有講得很詳細 當然這個後面也會解釋 所與八解脫等一切差別 至下至是 那麼剩餘的呢 包含這個八解脫等等 就裡面所提到的 所提到的 包括什麼三三摩地啊 還是小大無量三摩地啊 乃至呢 這個最後的這個滅進錠 三摩波底啊 就後面呢 同樣的 我們這個三摩西多地呢 他就會解釋 所以這以上呢 是第一個部分 叫總標 總標 就是呢 他 他整體的 先將我們 標示出 三摩西多的內涵 他所包含的這些 禪定 就是以上所列的這些名稱 那麼接著呢 第二個部分 就是案例 就是要來詳細的 解釋 這裡面 他的道理的 雲和案例 什麼是案例呢 為為此等 明等引地 非於欲界 心依盡性 首先呢 他先告訴我們 為為此等 此等呢 就是以上所列出的 這些禪定的名稱 包含這個四禁律嘛 乃至到最後的 這個滅進定三摩波底 就是此等 唯獨 這些 才叫做等引地 唯獨這些呢 才是三摩西多 他真正的內涵 並不是 欲界 心依盡性 所有的 今天三摩西多 他的意義呢 就是現在要案例 三摩西多的意義嘛 因為第一個是總標 三摩西多的內涵 他的一些 禪定的名稱 先幫我們標列出來 那麼現在呢 就要案例出 這個三摩西多的意義嘛 那麼三摩西多的意義就是等引 等引 那麼什麼叫等引呢 就是指 以上總標 所標列的這些禪定 也唯獨這些禪定 也唯獨這些禪定 才叫做等引地 並不 並不是呢 欲界的心依盡性 能夠合乎這個條件的 欲界呢 也有心依盡性 欲界呢 說實在 他也是有禪定的 有欲界定的 可是呢欲界定 他的力量太薄弱了 所以不能夠把它歸納進等引地 所以第一段呢 他先告訴我們 整個三摩西多 他的主體呢 就是以 以上所說的 包括色界四禪 乃至呢 到了這個滅禁定 都稱之為等引地 也唯獨他們 才有這個資格 那麼欲界的心依盡性 欲界的禪定呢 是沒有的 是不能稱之為等引地 不能稱之為三摩西多的 那麼為什麼呢 由此定等 無悔歡喜 安樂所引 欲界不耳 很簡單 因為就是以上所說的 這些禪定呢 等等 包括四禁律 乃至呢到這個滅禁定 他是由無悔歡喜 由安樂所引的 就我們之前呢 其實呢 也學習過 就我們眾生 比如說呢 慈戒親近的話 就無悔 慈戒親近的話 就是無悔 因為不造惡業 因為不造惡業 不犯錯 所以內心是安定的 內心呢 是沒有憂慮的 沒有後悔的 我們只要犯了錯呢 造了惡業呢 那麼本身心就不安 心呢 時時刻刻呢 就會處在一個 憂悔的狀態 那麼今天 慈戒親近的話 他就無悔 無悔呢 內心就歡喜 身也安 心也安 所以到最後呢 就會引發什麼 引發這個禪定 然後在這個禪定當中呢 他就會有清安樂 所以他這邊告訴我們的 就是因為以上的這些禪定 他是無悔歡喜 安樂所引 可是呢 欲戒的心一進性 卻不是如此 以這個修學禪定的過程當中呢 當然一開始 可能先得的就是欲戒定 但是呢 在欲戒定當中 他是沒有清安樂的 他是沒有清安樂的 而且呢 這個欲戒定呢 他很難成就 卻呢 容易退失 而且呢 本身就沒有清安樂 那麼欲戒定再往上 進一步呢 就是成就這個味道地定 在味道地定當中呢 他就開始有清安樂了 可是這個味道地定呢 他是超越欲戒的心一進性 但是呢 他還沒有到 社界的出產 他只是一個社界出產的 一個前方便而已 引發社界出產的一個前方便 那麼一定要在持續不斷的 栽培 進入呢 社界出產 那個才叫德根本定 也就是呢 等引地 所以到了社界出產的時候呢 他就會有更廣大的這個安樂 所以他這個地方強調的呢 就是說 是由無悔歡喜安樂所引的 這樣的禪定 就是要得到根本定 就是從 起碼呢 就是從這個社界出產開始 那麼欲戒呢 就不算了 非欲戒中 與法全無審政觀察 可是欲戒的心一進性 難道就這麼差勁嗎 也不是 雖然欲戒的心一進性 他沒有清安樂 他呢 力量不強大 他也容易退失 所以呢 不能稱之為等引地 他也不具這個資格 可是呢 欲戒當中 對於法 他完全都沒有審政觀察嗎 還是有的 簡單說呢 靠欲戒的心一進性 他也是對於法 對於真理呢 是能夠審政觀察的 這個審政觀察呢 就我們要了解 今天呢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 魚切式地論 那魚切式地論呢 當然 到了第十一卷 講的呢 就是等引地嘛 就是在告訴我們 包含這個 禪定的境界 可是呢 這個禪定的境界呢 主要的 要強調的呢 就是佛地子 修學禪定 那麼他 會有什麼樣的成就 雖然這個禪定呢 有某一些是 通於外道 通於凡夫的 但主要呢 是強調佛地子 要透過修學禪定 然後呢 才能夠引發這些殊勝的功德 所以這個地方講審政觀察呢 就我們要了解 今天我們修止觀 修止觀呢 就是對於法 要審政觀察 如果修止的話 就是修禪定 那麼修禪定呢 要有一個禪定的 所緣境界 當然像不敬觀 像這個 慈悲觀 或者說呢 像這個 鼠息 鼠這個呼吸 這些呢 都是所緣境界 那麼我們對這個 所緣境界呢 就是要審政觀察 所謂的政呢 就是要如理 要如理 如佛 如菩薩 所開示的道理 你如果呢 違背的話呢 就不正了 那麼審呢 就是詳細的意思 詳細 很詳盡的 然後呢 如理去思維觀察 這個就是我們修止 修觀 的一個內容 就在於佛 所開示的法當中呢 我們要審政觀察 當成就出禪之後 那麼審政觀察 這是可以成就聖道的 出禪乃至到四禪 在這個禪定當中 那麼在修止觀 對佛所開示的 對佛所開示的 像說 這個 無我的道理 或者說呢 一切法空的道理 如果呢 能夠審政觀察的話 這個是可以成就聖道的 那麼他這邊告訴我們的 非欲界中 與法全無審政觀察 一般來講 我們假如要成就聖道的話 最好是在社界的四種禁律 因為他的力量強大 他的心力強大 如果呢 差一點的話呢 在未到地定也是可以 未到地定 他的定的力量 雖然不如社界的四禪 可是起碼呢 他還是禪定 他還是能夠幫助我們 得解脫的 只要在未到地定裡面 好好的修止觀 好好觀察這個 無我的道理 他也能夠斷煩惱 那麼欲界定 是否可以呢 在經論當中 有的地方是說不可以 因為欲界定 他的力量太弱 是不行的 可是在小秤的論裡面 有一部論呢 叫誠實論 那麼在誠實論裡面呢 他說欲界定 也是能夠修無我觀 然後斷煩惱 成就聖道的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彌勒菩薩 他雖然告訴我們 等隱地指的呢 就是指 這個 除了欲界的行為進行以外 所有的禪定 都能夠叫等隱地 那麼就把欲界定呢 排出在外了嘛 不過欲界定呢 也不是那麼完全的 差勁 他呢還是能夠審證觀察的 欲界定呢 他還是能夠有力量 在真理當中 去審證觀察的 所以照小秤的誠實論來說呢 如果成就欲界定之後 你呢也可以進一步的 修這個未到地定 修這個色界的出禪 然後呢就是走 世間清淨的這條路 或者呢你不走這條路呢 你在欲界定當中 修無我觀 就能夠斷煩惱 走出世間清淨這條路 所以照這樣看呢 欲界定 欲界當中 他對於真理 對於佛法呢 還是可以審證觀察的 可是雖然如此 他 卻不能夠歸納在等隱地當中 因為他的定力呢 薄弱 不如呢 這個出禪以上禪定的高升 所以他是沒有清安樂的 第一個是沒有清安樂 第二個呢 定的力量弱 容易退失 很難修 但是呢很容易就退失掉了 一個因緣他就退失掉了 所以這個是欲界定的問題 那麼今天這個安利呢 他是首先告訴我們 所謂等隱地的範圍 就是以上總標所說的 這些禪定的名稱 都稱之為等隱地 那麼欲界的定就不算了 欲界定雖然不算 可是欲界定呢 他還是有堪能 能夠在法當中審證觀察的 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